非常感謝這次陳會長的邀請 我也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跟美國的朋友 美國的前輩們跟大家學歷 看到更多老朋友 老面孔非常開心 今天當然是一個比較沉重 比較不幸的一個事件 讓我們大家一起聚在這邊 我希望藉這個機會 簡單的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對國方的看法 現在台灣環流烏克蘭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 對國方的方面出發 因為我現在用手機來上線 那我實際上說 剛剛請我的助力 用我請他的心亭幫我撥簡報 不知道這樣子有沒有可能 有 心亭你現在是presenter 你可以sharing的那個slides 那心亭在準備的時候 我就先跟各位朋友們 沒有問題嗎 心亭如果一旦present我的螢幕應該會看到嗎 對不對 對 其實從2月24號到今天到現在 我現在是在台北 現在很多朋友都在開始問說 我可以做什麼 我可以如何做更好的準備 因為2月24號之前 我相信很多人還覺得說戰爭在這個時代 一個大國這樣子這麼大拉的侵略另外一個國家 另外一個民主國家好像已經過去了 應該不會再發生 所以人工烏克蘭跪起貝尼 已經有許多的這個危機意識 從烏克蘭 從這個俄羅斯二軍 直接併吞克里米亞之後的過去這8年 我們知道他們在國防 在國土防衛方面 做了很多的準備很多的動員 可是一直到今年 我相信很多人 相信很多甚至很多這個情報單位還是覺得 這一次應該不會真的來 事情會生意 大概我在台灣 我們看到一個心態上面的一個很大的轉變 就是說 WAR conflict 離我們並不是非常的遠 特別是一個極權的國家 特別是一個極權的國家 他對他的人民unaccountable的時候 他其實有帝國主義的想法 像俄國 像中國 這是我們必須立刻 一個非常急迫的來面對的一件事情 雖然我朋友在問說 What can I do 我可以多做些什麼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用兩個層面來討論這件事情 我們其實在烏克蘭的 烏克蘭的一個 過去這一個多月的抵抗 我們也看到 一個國家的國防 其實不是他軍隊的事情而已 他是一個從軍隊打到他的 從軍隊到人民 都要有抵抗的意志 都要抵抗的能力 都要willing and able 要有能力 要願意才能夠 國際的援助才能夠及時到來 所以從這樣子的一個出發點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們在這邊的觀察 不知道我們的 slide 有沒有上來 還能有齁 有了 OK Thank you so much 謝謝剛剛陳教授的介紹 我們現在在民間團體 是透過中國台灣在推動我們國防的討論 跟國防的參與 我們相信台灣的民主化走到現在 除了投票之外 有另外一個非常關鍵的 就是我們要參與國家的國防 國家的安全 這個是一個full citizenship的概念 那先請就麻煩你到第二月了 好不好 OK 我想剛剛已經跟各位報告 我們現在從兩個層面 第一個是我們軍事的準備 另外一個是我們民間社會 在國家安全上面該扮演的角色 那從軍事準備開始 我想問一下大家的問題 這是一個interactive moment 但是我在手機上 We'll see if this works 而第二問題就是說 大家知不知道我們現在的國防預算 大概來 請請幫我按一下鍵好不好 我們的軍隊有多少人 我直接這樣就講了 因為我看不到大家的chat box 好 Let's see 我們看看有沒有辦法 我們做一個嘗試好了 我們這個interaction 大家有沒有辦法回答 第二個問題好了 我們每一年的國防預算 大概是多少 Let's see if I can open the chat room 線上的朋友可以試試看嗎 台灣了 台灣的國防預算 我們就不要Google了好不好 我知道大家都在電腦旁邊 選擇題可以嗎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大概是 我直接 我直接跳到一個比較好的啦 我們現在大概是 North of 10 billion U.S. OK好 所以3000多億台幣 3000多億台幣 那這個到底是多還是少 我們在美國可能聽到了 美國的國防部預算 一定是比這個高很多 所以大概10 billion 這樣子是多還是少 所以我用另外一個方式 它佔我們的國家預算 2.5% 所以國債是2.5% OK 剛剛謝謝 謝謝 這個是OK Jack說5% 我在強大的時候 佔全國的中央政府的預算 OK 所以我們今天政府 已經2022年要花錢在教育 在衛福部 防疫 在各個部會 經濟部等等 國防部 跟國防相關的預算 國防部 衛福部 對不起 國防部退附會 Defense related 佔這一個政府預算 然後我剛剛聽到的2.5% 我剛剛看到的這個 有人說5% 我猜大家在想的是 是% of GDP 我們大家知道 GDP是經濟的一個 measure of economic activity 好 那它是一個benchmark 但是我就直接破梗了 因為我知道這個 我們這樣下去 可能魏教授 就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跟大家分享了 我們到下一頁好了 這是我們的國防預算 OK 這是我們的國防預算 3000多億 那再下一頁 它占我們中央政府總預算 27% OK 將近三成 將近三成 這個是 除了3000多億的 這個國防預算之外 還有我們補追的 這個特別預算 OK 所以全部加起來 現在在我們政府 今年要花了前27% 那這個重點是說 We spend a lot already 我們開這幾錢的工 OK 我們就算在 現在27% 這個是 欸 那個meeting host 不好意思 請說 請說 OK Sorry I thought cause on my screen I see you and I see the slide 所以 OK 你的每一個舉動 makes me feel like my phone is crashing 好 那我們話 不好意思 好 所以我們其實已經花非常的多了 那之所以大家 過去可能有一個印象 就是我們花不到3% 大家在想的是3%of GDP 3%of GDP 那台灣跟美國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tax base revenue base 差很多 美國政府 大家都知道tax蠻多的 tax很高 OK 那其實多數的這個OECD的 這個已發展國家的這個revenue base 其實是蠻高的 所以美國比如說 GDP他tax20 plus percent of GDP 所以政府的revenue base 政府可以花的錢 是GDP的20幾% 那台灣是那個的一半而已 我這邊如果說錯 那個陳教授拜託 再correct me OK 那台灣的tax base 其實只有那個的一半 我們差不多11到13%左右 所以我們政府可用的錢 本來就是美國的一半 as percentof GDP OK 所以我們用GDP 來算我們的expanditure的話 不管是看教育還是看國防 還是看衛生福利 所以任何領域看起來都是花美國的一半 所以我覺得這個measure 並不是非常的accurate 我們到底花多 我們可用的資源花了多少呢 那現在螢幕上面大家看到 就是我們可用的資源 其實花將近三成 所以已經花很多了 所以下一頁吧 money花錢一定不是解決方法的 這個解決問題的方式 在螢幕上面大家如果看得到有兩個 是台灣跟中國的國防支出的比較 左邊的一個比較淺藍色的bar 是1996年兩個國家的國防支出 右邊深藍色的那個是2020年國防支出 他們現在大概是我們的20倍以上 好 所以台灣就算台灣的27% 就算我們把它加倍 我們以後每一塊錢都會花 這個一半在國防上面 也追不上中國 可是這就表示我們的國防 沒有救沒有用了嗎 ok 那我再下一頁給大家看 為什麼拿1996跟 回去好嗎 為什麼拿1996跟2020年來做比較 也是其實1996年跟2020年這25年呢 發生一個很大的一個演變 大家看到最右邊的那個bar chart 是美國的國防預算 美國的國防支出 1996年他也飛彈危機 那我相信大家都記得 那時候中國看到說 他在軍事武力上面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問題 還有一些短缺 還有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他光靠飛彈演習 光靠飛彈是沒有辦法武力 沒有辦法恐嚇台灣的 當時1996年美國 美國派了兩個航母戰鬥群 到台灣海峽去維持秩序 所以從1996年到2020年之間呢 中國做了一系列的軍事改革 一系列的軍事投資 雖然他的國防預算 遠遠不及美國 中國跟美國還是差這麼多 可是他有辦法透過 比較有效的資源的運用 去建立一些現在有能力去 威脅美軍在西太平洋運作的 一些戰力 美國把這個稱為 Area Access Anti Access Area Denial 就是反介入 就是我不要讓你進來 介入我這邊的事情 儘管他們的資源差這麼多 所以我們看到 中國跟美國雖然資源差很多 但是用不同的運用方式 其實他是可以達到一些軍事的效果 達成他的武力的一些目標 那回到左邊這兩個圈 台灣跟中國差這麼多 The answer 絕對不是去追上藍色 藍色的那個bar chart 那到底怎麼辦呢 那下一頁有一個 來 我們看一下歷史 過去200年有許多的戰役了 這個有很多人在研究 那其中一個 在研究不對稱作戰的一位學者 研究過去200年的戰役 通常打仗都是強者跟弱者打起來 通常強權之間戰力平等的 將力相似的兩個國家 比較不會動武嗎 那看了過去200年這麼多 這麼多的這個戰爭中 通常強者跟弱者 兵力上面資源上面差的 大概有10倍以上 都是10倍以上 OK 那他研究了這些 這些這麼多的 looking at history past wars 他發現了什麼呢 OK 我這邊再做一個短短的interactive 哪一邊比較長贏 OK in these conflicts 強者 10倍的資源 弱者 這過去200年哪一邊比較長贏 大家有沒有 Let me open up my chat room again 看一下 小國比較長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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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我們呢 大國啦 OK 通常是大國比較長贏 OK 因為他的資源就是多這麼多 那他多長贏呢 多長贏 OK 我們下一頁看看 因為我們在看過去200年的戰爭嘛 其實小國就算他的軍力差人家10倍 弱的這一邊 就是深藍色這個派 30%的時間竟然還是比較 竟然會贏 所以this is not a lost cause 並不是沒有機會 OK 兵力並不是一切 OK 那30%的這個機會其實也不是很好 也沒有很理想 雖然比我們的想像 一開始大部分的想像還要多了 那所以呢 我們這些學者就再回去研究 What if 你把這個 如果小國用不對稱的作戰方式呢 如果小國不用 不用硬碰硬的方式 用不對稱 我們最近常常在聽到 在國防事務聽到 Asymmetric Asymmetrical tactics Asymmetrical strategy 那這個時候 他如果看 這個時候多場贏呢 我這個 我剛剛已經有人幫我們破梗了 我們就是 先幫我們按一次 資源少的人用不對稱的戰略的時候 那30% goes up to 來 所以這裡的重點是 Strategy matters OK 有效運用的有限資源 其實 這邊 OK 好 所以我們的問題 我們碰到的軍事的挑戰 並不是用資源可以來解決的 可是我們的策略 我們的戰略有差會有幫助 那我們來下一張吧 我們在烏克蘭的戰場 看到的一些狀況 雖然過去有8年的許多的準備 也有國隊防衛部隊的建立 那我們看到其實這一次 他們在打仗的時候 有一些戰爭中不變的原則 然後我們透過 我們看到透過這場戰役的突顯非常清楚 Aer Defense非常的重要 我們用比較軍事的說法會是 Aer Security OK 你要控制空中的人 可以控制地面的部隊 可以壓制地面的部隊 那所以空防 Aer Defense 成為一個非常關鍵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看到烏克蘭在這一次的防衛作戰中 跟國際社會要求了很多非常大量的彈藥 Stinger是一個Stinger St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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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Jaglin Stinger 這兩個都是機動的 一個是反裝甲 一個是防空飛彈 Stinger Stinger missile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任何一個彈定步兵 可以攜帶在肩膀上面 散步在整個國家 整個社區的輕型武器 Stinger missile Jaglin missile 我們看到烏克蘭這一次 這個是他們武力上面需要的東西 左下角大家看到烏克蘭其實 儘管有過去8年的準備 我們看到有一些能量還是不足的 Battlefield medical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戰場上面創傷 跟我們平時碰到的一些外科 外商科的傷勢是很不一樣的 那再加上戰場上面 另外一個很重要 是心理的創傷 那在這兩個方面 當戰爭是全面性的影響 全國的人民的時候 這次烏克蘭發現 這兩根能量也非常的不足 那我們直接跳到下一頁好了 我們加快速度 不對稱的作戰 不管是從台灣的角度 還是在烏克蘭的戰場上面 還是你看過去200年的一些戰役 其實有一些共同點 我們需要存活 我們需要能夠 能夠sustain我們的抵抗 sustain our resistance 然後我們的 我們的 military capability 需要是立法 OK 戰爭是非常殘忍的一件 殘酷的一件事情 如果 可是如果你沒有辦法造成致命的傷害 you cannot you cannot prevail 那所以你要清醒 你要激動 你要分散 這個是未來戰爭會越來越 越來越重要的一些趨勢 因為軍事科技也不斷的在進步 軍事科技不斷的在進步 我們看到中國過去25年建制的能力 就是因為軍事科技不斷進步 precision guided munition 越來越精準 越來越便宜 越來越大量化 這個時候 在這樣子的大趨勢下 任何越固定的東西 越笨重的武器 越容易被target的目標 都在戰場上比較難存活 所以現在不管你是烏克蘭 還是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所以大家現在的趨勢都是 how do I become more mobile more mobile more lethal more survivable ok 所以這是我們必須強調的部分 來我們繼續下一頁 那mobile survivable lethal disbursed的武器長什麼樣子呢 有一些武器系統 它可能是左上角的CDCM Cultural Defense Cruiser 它可能是我們剛看到的 可攜帶式的輕裝的防空飛彈 它可能是飛彈快艇 它可能是運動機 它可能是水下載具 這些都是 它甚至是右下角的全民動員 它是一個dispersed capability very mobile very resilient 那再下一頁 我們看到我剛剛有提到 其實美國的海軍陸戰的 U.S. Marines 現在正在啟動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兵力結構的改革 他們有一個plan叫做 他們Force Design for 2030 因為美國現在國防重點 放回西太平洋 中國是一個strategic competitor OK an adversary 那這個時候美國海軍陸戰隊 大家知道美國海軍陸戰隊 都是美國打仗的時候 排到最前線的 所以它的battlefield 已經從過去的中東 過去的要打這些insurgents 改成一個great power rival 這個時候它的戰場環境要改變 它意識到它的兵力結構 它的strategic也需要改變 所以他們花了許多年的時間 從兵推開始到exercise 到field testing 最後他們出了這個strategic 就是說What does the Marines What does the U.S. Marines What do they need to look like in 2030 by 2030 才能夠因應這樣的威脅 才能夠完成他們的任務 那我為什麼挑U.S. Marines 這很有趣 他的這個未來戰場的威脅 就是台灣現在的處境 他所想像的未來的戰場 就是在我們的home turf It's where we live 所以他們要考量的很多的趨勢 很多的挑戰 很多的現實的狀況 都是很多科技上面的演變 都是我們的國防需要去考慮的 那他做了一些改革 從最基本的步兵的訓練 要做改革 Headly trained infantry 不是只聽命令 而是有判斷能力 因為未來的戰場可能更混亂 可能指導 可能command and control 可能指揮鏈都會受到影響 好 那我們怎麼從這個條 所以從最基層的步兵訓練 一直到甚至他們的兵力結構 Tanks他們也不要了 OK 坦克車也不要了 U.S. Marines say we don't want any more tanks OK Divesting Divesting 下面有他的commandant 一個quote 我不知道大家螢幕上看到 Divesting一些legacy system 比較傳統 未來用不上的一些昂貴的系統 讓我們有更多的資源去投資在 我們未來需要的東西 那這個是我看到U.S. Marines 儘管兵力大家通常會認為 非常強的一個軍種 他們持續在做的一些進步 跟檢討 剛好他們不要的東西 是我們現在在買的 OK 我們現在買了 右上角的是M122 最先進的坦克車 我們剛下了一個 跟美國下了一個定端 要買108輛 要花600億台幣 OK 右下方是一個 我們長期在做的一個 已經花了很多年的一個 潛艦的一個計畫 這兩個加起來 就將近6000億了 OK 在預算沒有最佳的狀況下 6000億大家記得 是將近我們兩年 將近兩年的國防預算 OK 其實這些武器都很棒 OK 戰爭 這個坦克車 裝甲車很帥 潛艦也是一個 OK 我們可以隱隱為榮的一個 的病例 但是我們現在 我希望大家一起思考的是說 What is most urgent 跟What is nice to have 那如果我們在各個國家的 各個戰場上面看到 有一些common lesson 我們也認同說 也同意說我們需要一些 更急迫 需要一些在戰場上 可以讓我們持續抵抗的武力 那這些nice to have的東西 我們應該要把它往後移 把它往後移 我們要free and more resources 資源有限 去投資在更急迫更需要的東西 好 這個是一個在國方面 我們可以大家 我希望大家可以 有更多的認識 更多的理解 讓我們在以後 在這樣子的場合 也可以跟 不管跟我們台灣的民意代表 跟台灣的政府 有互動的時候 也不斷在提醒的 就是說 What's nice for resources to have 我們需要prioritize limited resources 那我其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第二塊其實 是我覺得更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的國防 儘管在我們的軍事的採購上面 有很多我覺得花的錢沒有 花在刀口上的地方 我們就算今天我們 不管給我們的國防準備 打一個60分還是70分的分數 可是有另外一塊的準備 其實我們基本上是在0 那就是我們民間社會的準備 我們從烏克蘭的經驗看到 光有軍隊會打仗是沒有用的 我們整個社會都必須要有準備 要有抵抗的意志 然後有動員的能力 所以這個civilian preparedness 是非常重要的 civilian preparedness 塑造的是一個國家的 will to fight will to fight 是一個我們在兵力結構上 在數量上面 在預算上面看不到的東西 但是我們在烏克蘭 你可以看到 National will to fight 一個國家才有機會 國際的救援才有時間抵達 那還有我們怎麼建立 這個民間抵抗的意志 今天不是挑釁 不是好戰 我們是希望透過我們的 一切的準備 從軍事更好的準備 到全社會更好的準備 讓我們可以確保和平 避免戰爭的發生 讓侵略者知道說 這個國家 這個國族的人民 是有抵抗的意志 而且國際社會絕對會來幫忙 這個時候我們才有最好的可能 the best chance at keeping peace OK 這個民間社會的will to fight 要怎麼建立呢 我們怎麼建立一個抵抗的意志力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出發 我們的一個出發點是 一定是要從個人開始 個人要這個能力 我們的社區才有應變的能力 社區應變能力 我們整個國家才可能更有彈性 更有韌性 更堅韌 所以我們到下一任夜去了 我通常會 這個是我們民間 我很喜歡這張照片 因為他 What is it 我不知道每一個看到畫面的都知道 It's a parking lot OK 它是一個garage 還是underground garage 那這個象徵什麼呢 為什麼有個標題寫 民間社會的準備 在台北市有27,000個 像這樣子的場地 OK這些都被標示為我們的防空避難所 OK 我們沒有法規 我們的法規說台灣需要防空避難所 OK 那我們就政府的落實的方式 就是找了27,000個像這樣的場地 然後外面貼了一個標籤說 This is one One of 27,000 OK But what do they do 他們要他們的 我相信大家已經看到很多烏克蘭 在不管是烏克蘭地鐵 火車站 許多難民在避難的照片 防空避難空間是當一個國家 當一個社區面臨空襲威脅的時候 我們的人民 我們所有的人 不管你是人民 還是警銷人員 還是軍人 要去避難的地方 OK Airways shelter 那一個防空避難空間 當真的在使用的時候 表示我們這裡面會有大量的人 當然難民 可能有傷者 可能有長輩 可能有小朋友 甚至有孕婦 有很多的寵物 OK 那我們在避難空間 需要些什麼東西呢 除了大家需要知道 你的避難空間在哪裡之外 You have to know 有一位公司最近的避難所 學校最近的避難所 家裡最近的避難所 你怎麼去那邊 同時如果我們期待 人家在那邊待個是半天 兩天還是兩個禮拜 不同的避難空間 會有不同的物質上的需求 比如說我們絕對需要有醫療設備 OK 台灣的各位線上的朋友們 如果記得台灣非常的熱 非常的悶熱 我們這些地下的空間 如果沒有通風系統 是很難熬的 OK 所以從備用的電力 從通風的系統 從醫療器材 從食物到最基本的人生需求 去哪裡上廁所 這些都需要規劃 怎麼跟其他避難空間 怎麼跟其他指揮所 通訊這些都需要建置 所以這張照片對我來說 它顯示是說我們東西 我們有很多的法規了 我們都有了 可是我們在software 我們在preparation方面 是缺了很多 但是我們其實可以很快的 因為我們空間都有了 OK 其實這些地下空間的 結構上也是蠻安全的 為什麼這樣說 鋼筋水泥 鋼筋水泥已經是很堅韌的設施 我們城市可能缺很多東西 但是絕對不缺鋼筋水泥 我們到下一頁好了 其實災害的狀況 這個美國的朋友應該很熟悉 這個面 這個是2001年 9月11號的畫面 不管我們今天面臨的是 天然的災害 在台灣常看到的地震 還是恐怖分子 對我們的攻擊 還是現在烏克蘭看到的戰爭 其實災害的結果 災害的後果 看起來都是蠻像的 他是大規模的大規模的傷害 不分軍人不分平民不分身分 都不需要重受傷害 我們繼續往前 那所以 台灣民間需要做好更好的準備 現在台灣有很多的東西 很多的硬體 但是我們的準備不夠物資不夠 人員的臉飾不夠 那我們常常台灣會 我們在跟各位 在社區談 如何做好民間準備的時候 常常會有朋友們問我說 我們有救護人員 我們有救護車 我們有緊急應變 first responder 他們的工作就是確保我們的安全 但大家記得剛剛看到 911的畫面 大家看來烏克蘭的畫面 我們平時依賴的這些 first responder system 他們沒有辦法 負荷任何大規模的災害 那我們就拿台灣的救護車來 台北的救護車也舉例 台北的救護車 平均6分鐘可以抵達現場 我們按一個右鍵好了 但是在大規模災難的時候 我們最常看到的是外傷 外傷最嚴重的是嚴重失血 serious bleeding massive damage 我們的身體能夠繼續的運作 繼續的survive 我們有持續的vital sign 心肺功能要持續 最關鍵的第一個 我們心 我們身體裡面要有血 那大量失血 是我們在外傷常看到的問題 在戰場上也看到的問題 這兩分鐘之內就可能致死 所以我們有世界上頂級的緊急醫療系統 6分鐘可以抵達任何現場 可是我們有一些外傷 是兩分鐘之內就會致死的 中間這個4分鐘的gap 我們怎麼來 how do we fill that gap to save more people keep more people alive 那這個是我們在民間推廣 緊急應變的一個call to action 來下一頁 我們都希望政府的國防政策 我自己來 我自己希望各種國防政策 能夠更有危機 更急迫的去調整一些 我們剛剛談到的一些問題 因為軍隊要做好準備 我們才可能避免戰爭嘛 那民間社會也是一樣 那所以我們現在是透過抓過台灣 再從緊急醫療 緊急救護開始 外傷急救開始 再讓大家了解說 我們身為一般人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as a first step 我要知道how to keep myself safe 我怎麼保護自己的安全 how do I keep the person next to me 我身邊的人 how do you keep them alive 所以緊急救護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家應該是都有學過CPR 都有學過AED OK 那我們下一步是教大家怎麼直線 OK 怎麼辨識大量的出現 OK 這個不管你是有一天坐在台鐵的 泰魯格奧車上 還是你不幸在南投遇到大地震 還是你在高雄碰到高雄的氣爆 OK還是你真的會有一天 跟烏克蘭的情境也發生在台灣 這個是common scale 我們大家每一個人都需要認識的 OK 怎麼直線 怎麼用一個直線帶 OK 如果傷口太深 我們怎麼做傷口填塞 有了這個基本的知識 我們才能 我們的急救的減傷的流程 大家才能夠學到更境界的東西 go through our ABCs OK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緊急應變在 我們現在在民間推動的緊急應變課程 緊急面訓練的一個第一環 大家有了急救的知識之後 我們大家才能夠進到下一步 OK 那我們社區需要組織起來 做輕型的搜救 尋找找不到的鄰居 我們怎麼把人帶到我們的避難所 怎麼把物資從避難所送去 沒有辦法來避難所的人 這個後面一系列的社區的一個 緊急應變的功能才能夠建立起來 一定是從下面bottom up 一步一步一個module一個module來 所以這是所有的working 那下一頁好了 就我剛談到的一個社區的防禦 一個民間的準備 我覺得是要從個人開始 那個人開始大家才能夠 要學到外傷的急救 要能夠處理大量傷患 Mass casual incident 緊急應變 收救避難所的管理 我們剛剛談到了 有老少 動物 四隻腳的也有的 防控避難空間 OK 有人吵架 有人偷東西 有人要生孩子 我們怎麼去管理 這些都是有一個 都是有一套的一個 都是要一個流程 需要練習 需要準備 需要演習 所以這個是我們透過狀況 現在在台灣民間在做的 我們不斷的呼籲國防的政策 要更快的跟上腳步 跟上引引我們的威脅 在民間我們要回答另外一個問題 民間不是只坐在那邊 要求政府做更多 We have a role to play We have to step up to 基本上這個是我要跟大家做的一個 做的一個介紹 我知道我的時間 I'm coming short on my time 這也是我的問題 我一開始這個英文系統的問題 非常不好意思 我是希望可以留一點時間 做一些QA這樣可以嗎 非常好 我們謝謝吳主委 吳主委 我們大家幫我先幫你打一下 其實你今天有一些technical的問題 所以中間有一點耽擱 那我想現在我們就開始我們的Q&A 我們現在時間很寶貴 因為我們待會還有後面的第二段演講 還有我們有一個 全美台灣同學會有一個木管的報告 所以我們請現在有問題 你要是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打上來 你如果問到想要知道 多聽這些的內容 其實我們的吳主委 在好多地方都有演講 你如果覺得說這次聽不夠 不夠滿足你的話 其實你可以follow我們的吳主委 他現在還在很多地方有講類似的講題 講題 好那現在我們還我在螢幕上面 有看到有人問問你 其實我想要替大家問一個蠻關鍵的問題 吳主委 這個問題也蠻敏感 因為你自己在台灣也當過兵 你怎麼看現在我們台灣的軍力的 特別是高層將領 高層將領 軍隊國家化的這一點 在過去這幾年政黨輪替之下 你覺得台灣的軍隊國家化 是不是已經進入到一個成熟的階段 或者說還有很多要帶加強的地方 因為我們知道小國跟大國的征戰 最重要在於這些小國少數的軍人 他們的士氣 他們對維護國家的決心 那這一點再看 你覺得我們現在是不是有比過去來的改進 那假如還有一些需要補強 應該怎麼來補強呢 謝謝 謝謝 我從當兵到之後 不斷的跟軍中的朋友保持聯繫 我可以很有 我很驕傲的可以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從年輕層 我講基層啦 40、50歲以下OK 40多歲以下的 比較junior的軍官士官們 其實大家的想法都一樣的 大家都非常的上進 想要有更多的訓練 想要更專業 想要保護我們的國家 想要保護我們的家園 比較senior一點的 他們是 我講的並不是senior age 但是因為他們比較早進入軍隊 他們是甚至是台灣民主化之前 就進到這個 就開始他們的職業生來 他們的軍職 那我覺得是有一個斷層 有一點不同 特別是剛剛陳教授您也講到 許多退役的將領 他們的問題 現在我覺得最可惜 也最不可原諒的就是 當他們服役了3、40年 負責了這個軍中軍隊的發展之後 現在退役之後說 台灣的軍隊不能打 打不贏打不過 那這樣子的一個言論讓我好奇 就是說那你過去3、40年再做些什麼 OK 但是他們已經退休了 就不管他們了 OK 我們需要面對我們的問題 那我像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我們不斷的在嘗試 拉近軍隊跟社會之間的關係 之間的距離 隨著台灣過去一直把兵役 從兩三年到減到一年多 減到一年 減到現在剩四個月 其實是透過這個方式去落實一個叫做 目兵制 廢除義無義的概念 那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policy 一個政策 20年來的一個 policy 其實也一個比較不好的現象 就是它造成軍隊跟社會之間更多的距離 那在台灣軍隊跟台灣社會 本來過去本來就有很多的距離 很多的distrust 因為以前國軍是國民黨軍 OK到現在 這個因為還有我們歷史的包袱 這個是非常不健康非常不好的 那所以我們現在透過不同的活動 我們第一次呼籲要有軍事的改革 但是同時我們透過不同的活動 希望讓軍警銷的夥伴 有更多機會跟我們社會大眾混在一起 讓大家了解說其實我們沒有那麼不同 OK我們是講同樣的語言 我們有同樣的願景 同樣的想法 我在自己在軍隊的時候 我的身邊的這些很多職業軍人 常常會組隊到民間去學更多戰術的一些 戰術涉及的課程 所以這讓我看到就是說 其實大家這麼的渴望 有更好更雜實的訓練 太好了謝謝主委的回答 那現在能不能再一提 因為時間的關係 另外我們主委下一場 他因為他這次是真的擺盲鐘 排出時間來我們這邊 能不能請主委在挑這個chat room 裡面有你在挑一題來回答好不好 那我們這樣就先把你這一段 再一題的題目 那有好幾位po題目出來 你可以看得到嗎 你可不可以挑一題來回答 好 好 好 我試著這個 謝謝大家 也謝謝大家包容我的行程 我待會要去冰礁市場 去掃市場 所以 來 那個 OK 我看到最下面 女性的參與 我覺得這所有的問題都很棒 我每一個都想要回答 但是我從女性參與來好了 因為這個 第一個有兩件事 女性朋友是Half our population 我們一般的人力 OK 2300萬人 就從一個最 從 In terms of math 我們直接把我們的可用資源切一半 並不是很明智的 但是這個只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tignical的原因 女性參與軍隊或女性參與全民的國防或國家的防衛 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是要回到我們的citizenship的概念 我覺得參與家園的保護 它並不只是一個義務 它也是一個honor 那我覺得沒有任何的理由 不管是在軍隊 還是在我剛剛講的民間的緊急應變 把用性別來分參與的資格 或者用性別來分我們的能力 我其實去年做了一個民調 委託了一個民調公司做民調 那我也問了這個 我也問台北市民 問民眾說 我問兩個問題 問第一個就是說你知不支持 如果訓練 軍事訓練的內容 全面改革 OK 因為大家都知道 大家對當兵最大的complaint 最大不滿就是浪費時間 沒有意義 學不到東西 那其實我們為什麼不就把訓練改革 訓練弄好就好了呢 我剛剛也跟大家分享 連美國海軍陸戰隊都在改革 他的步兵的基礎訓練 連他都覺得他必須不斷的進步 OK 那所以我問他說如果我們的訓練內容 可以全面改革 你知不支持延長軍事訓練 延長這個一五一 也回歸到六個月或十二個月 就是往過去的方向走 那有七成的人不分政黨 也不分年齡都支持 七成的支持 這個有很少公共議題 有這麼大的一個consensus Across party lines Across gender Across age groups OK 那我問的第二個問題是說 那你支持男性跟女性 有一樣的義務 6成 一樣 Across party Across age group Across gender 當然比剛剛第一題還低一點 但是六成的人 所以其實台灣已經有這樣子的意志 有這個will 也有這樣子的認知 就是說這個不是軍隊的事情而已 全民都要參與 而且這不是只有男性的 女性也有責任 也有義務 也有這個權利 OK 作為公民的權利來參加 參加我們的 來保護我們的家園 那所以 所以thewill is there I wanted to 這是如果我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在 我在台灣 我在基層看到的是 不管是我去校園 還是去福倫社 我們看到的是基層有這個意志 有這個will 但是我們希望我們的will 背後有一個capability 我們需要willing and able 那willing without capability 比較可惜可能會像香港的年輕人一樣 有非常強大的will but without the ability 那就會比較辛苦 如果我們可以combine both of these then I think we have we have more than a fighting chance 那所以這個 how do we become more capable more able 那平時就要訓練 平時要準備 所以 you know 就從個人開始了 從個人開始 我們每一個人都EMT class only takes 40 hours EMT2 only takes 280個小時 時間都挪得出來 救護等等 before I ramble on 非常不好意思 我非常感謝各位給我這個時間 我很開心有這個機會 跟我們美洲的相親朋友們聊聊天 也希望下一次 希望不久之後有機會當面朋友 當面交流 魏教授不好意思 讚到您的時間 謝謝 謝謝